他说引起发心的因缘种种不同 那导师这里举了六个 不过这六个 它基本上应该都是一 我们讲如来自印间所举的七种 我们先看导师说的六个 然后再来看如来自印间长的七个 他说发菩提心的因缘 很多种不一样 第一个 亲见如来即菩萨的色身向好而发心 这个应该 这个就是这里 导师举的第一个 若见若闻如来向好 这是导师举的第一个 若见若闻如来向好 庄也发菩提心 所以亲见如来若见若闻 色身向好而发心 第二个 见如来的神通威力而发心 那这个没有 那第三个 见如来的法会庄园 亲闻如来的原因叫化而发心 那么有可能是这个 我们先来看 那如果是这个 如来法会庄园听闻如来原因叫化 听闻如来原因叫化 若见若闻可能都是在这里 这一个里面又分 123 若见若来向好庄园 那么应该是123是大概 123大概都是这里的 都是第七个了 那第四个是身在佛后天见佛地子的教化 或读读佛 读读佛经的生意而发心 那有可能是第四个 或是第六个 那第五或有自动的 也有被劝而发心的 那被劝的大概就是第六个 被劝的 那第四第五 劝他发心而发心 那自动的见他发心而发心 这可能是五 或是不失时自发心 那四是导师讲的第四个 身在佛后听见佛地子的教化 那这个没有 也有可能是这四个 或是正法将面 为父辞发福提心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 这个佛后听见佛地子的教化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 不过我们这也很难对照 因为导师 不知道是哪里读的 那但是一般来讲 是依这个有七法发福提心 因为最主要的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最主要的是这两个 不忍圣教衰 因为正法将面 等于我们再来讲 为父辞故发福提心 那么见诸众生 众苦所逼 起大悲念 发福提心 所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延起大悲心 去入于大圣 发福提心 其实就讲这个 这一句经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延起大悲心 去发福提心 就是这两句 如也志音经里面的 但是导师这里举了六点 还有其他六点 主要是以佛福提为理想 而誓愿需求 第一个是像佛和菩萨 佛及菩萨发福提心 那样发福提心 比如说这个经典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像药师佛 那么这个法善比丘 阿弥陀佛 种种的佛 有种种的发福提心 好 那说不管是怎么样 如果这里有说 就后面四个 主要是这三个 后面四个发心 刚强男辅不能复皇 就是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两个 不能生孝衰 不能众生苦 好 那么以佛补提就成就像佛那样的阿尼奥多纳三妙三菩提为理想 而誓愿需求就是向着佛补提前进了 希望能够得到像佛那样的成就 着重在佛德的崇高 生庙而发现 这个就分佛跟阿罗汉的不一样 要像佛那样的旧君 我们说过既然都是阿罗汉 为什么 既然都是要修行 都要证阿罗汉 为什么不要像佛那样的阿罗汉 那很明显的佛这种阿罗汉 超越一切的阿罗汉 那如果真的要修行要成功 为什么不像佛那样的圆满旧君 所以这个叫做佛菩提心 以佛菩提为理想 而誓愿需求 所以着重在佛德的崇高跟生妙 而发心愿求 当然是发菩提心的主要内容 所以我们讲发心发心 发心的意思就是发菩提心 那详细讲就是发阿罗汉 多农三秒三菩提心 因为生文也是菩提 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而已 生文也是菩提 必知佛也是菩提 佛也是菩提 那么这种菩提心 主要是佛的菩提心 所以一般发心是指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指发阿罗汉 多农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发成佛的心 这是一个重点 好 但如缺少了另外一个要素 悲愿 那不是不圆满 就是容易退多 你要像佛一样 但是没有慈悲心 大悲心不够 那么你最后就会退到 我要解脱就好了 没有能力 随远度众生就好了 就变成是这样 经上说菩萨淡宠大悲生 所以发菩提心也是发心为力 他欲求正等菩提的 所以说菩提心变成就是两种 上尘佛道下化众生 我们看导师这里经上说菩萨淡宠大悲生 他的注解在448页 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注解写个代考 那就是不晓得出自哪里 这是后面的人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到底是从哪里引出来的 应该是华严经 华严经有这么一段 不过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 菩提心是成佛的根本 没有菩提心就成不了佛 没有大悲心就没有办法不退转菩提心 那没有性空间就没有办法圆满大悲心 所以这个叫做大圣的三心 这个是有关联的 就上次我们关联的讲过 他是这样 我们先讲这个菩萨淡宠大悲心这个 他说经上说 但是不晓得哪一部经 不过这个应该是 这个华严经我们先讲 华严经的两个 华严经特别讲菩提心 特别赞叹菩提心 讲初华心菩萨的伟大 那另外有两个 一个是法戒品 法戒品里面讲到 这个弥勒告诉善财 善财五十三餐 法戒品是在讲 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一生成佛的故事 弥勒告诉善财 他说不会劳逸一切众生 这一切是法戒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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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基本上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才发菩提心的 这一般就是我们说的上求佛道是为了下化众生 他有举一个PE他来说明这个 他说譬如金刚 譬如金刚 这是前面说的 譬如金刚 金刚就是金刚钻 就是这种矿就是在那个金矿里面 钻石矿里面 为从金刚钻 金钻 菩萨摩霍萨菩提心金刚 就是用金刚来比喻菩提心 亦无事 也是这样 那么为从大悲救护众生金刚钻 这里就是这里讲的 菩萨摩霍萨大悲生 我会从大悲救护众生处 救护众生金刚处生 救护众生金刚处 一切自治殊胜境界今处 一切自治就是佛的智慧 佛是一切自然 所以 波罗军里面讲 一切自治相应作业 大悲为善守 无所得为方便 这个是大圣的善心 也是讲的一样 一切自治殊胜境界 就是要像佛一样 金处 而生 非于众生 善根出身 那么这一段经文应该就是导师说的 菩萨但从大悲生 另外 这个是华严君的法界品 另外普贤行愿品 也有类似像这样的 就行愿品 这个是善采的法界品 这个是普贤的行愿品 行愿品里面说到 诸佛如来与大悲心 应该也是一样 诸佛如来与大悲心 而为体育 应于众生而起大悲 应于大悲生 菩提心 那么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菩萨但从大悲生 大悲生 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等正确 那么从法界品跟行愿品里面 那么很明白地说到 那么菩萨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从大悲心 从大悲心中生的 以大悲心而起 那么因与众生而起大悲 因与大悲而生菩提心 所以如果从阿安经里面看 佛为什么会成佛出现在世界 我们说过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众生有老病史 为了要救度众生的老病史 所以佛成佛 那么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说到菩萨但从大悲生 所以发菩提心也是发心为利他 欲求正等菩提 就是求阿尼多罗三罗三菩提 这样前面所说的不太着重悲怨的发心 可知是容易退失的发心 就是我们讲后面几种发心 如果不是重悲心的 只是看到佛的向好 就是后面四个 那么就没有以正法要丧失 正法丧失众生就不能得利益 或是众生正在受苦 没有着重这个 那么菩提心就容易退转 容易退失 所以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 菩提心是成佛的根本 那性空见是大悲心的根本 这个就是善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性空见 大悲什么叫做大悲 无所谨责 无所分别的利益一切众生 若男生 若太生 若世生 若我生 不管是谁 你都要利益他 那这种心 只有无所得的心才做得到 无所分别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有悲心就很了不起 那这个人伤害我 这个人我讲不听 我就不管他了 通常是这样 那你如果没有无所得的心 那么你不容易有这种大悲心 没有大悲心 你不一定要成佛 你就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你就成不了佛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样看起来 成佛是以菩提心为根本 菩提心为因 成佛为果 那菩提心要不退转 菩提心要不退转 你不一定要成佛 如果你只是要离苦 你真的要劳你的离苦 你只是要解脱 你真的要劳你的解脱 那成佛是自己解脱 也带人众生得解脱 他是能让最多数的众生得解脱 没有善根的 让他种下善根 未来可以得度 已经有善根的 让他善根成熟 不久就得度 那么已经成熟的 就让他现前得度 那么这个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那你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大悲心 想要利益众生 那么你不一定成佛 所以菩提心是成佛的根本 大悲心才能不退转菩提心 那么你要大悲心 不退转菩提心 那菩提心成就才能成佛 所以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 依大悲心而有菩提心 而能够经过菩提心 依菩提心而能成佛 那依大悲心才能不退转菩提心 那么依性空间 依无所得 就是你的菩尔智慧 你有性空间 你无所得的心 不执走一切的心 你如果没有无我的心 你哪里能够成佛大悲心 一切无分别的 无我无我所 无私无我的心 你的大悲就不够大 你的大悲就有简直 就好像很多人 那么分政党 这个什么党什么党 这些党的人我不要 或是这些样的人我不要 然后我不就度 跟我不相关的人 我不就度 跟我意见不同的人 我不就度那些恶人 都没有 他就有这种分别性 所以你没有无所得的心 这个人我讲了几次 就讲不听 我不管他了 这个人我帮助他 他竟然还陷害我 这个人我不度他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利益他 结果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还伤害我 可能你看 所以这种人我不愿意帮助他 那这个就是什么 那普提心有缺陷了 所以你必须要有性空间 你才会有真正的大悲心 你有大悲心 你才能够不退转于普提心 普提心不退转 你才能够成佛 这就很简单的道理 它就是这样 所以大胜的三心 三心行六度 以普提心 大悲心跟性空间 依这个三心同时具足 那么行六度波罗命 六度四射 那么这条路一直沉蒙 从这边来 好 那这个三心在波罗经里面 叫做一切自自相应作一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就这么说 好 我们就讲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着重护法而发心 不忍圣教衰的衰尾 就是着重护法而发心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第二个 知道三宝的出胜功德 有救人救世 隐身 刺出世间善法的力量 因为没有法 众生就不能得度 有正法 众生就能得度 所以正法的存在 对众生是很大的利益 就好像 就好像 这个药方 有这样的药方存在 众生医着药 就能够 能够离开病的痛苦 类似像这样 可是身在相末 佛法衰弱不堪 为教内教外的邪恶手劳乱 不能达成救人救世的认诺 知道这唯有发古迪心 善求下化 那么 才是互心佛教 立乐众生的唯一办法 你用利益众生 你必须要有法 没有法你利不了众生 就好像医生医疏再高明 没有药 他担当凭他的知识 也治不了病 凭他双手治不了病 他都没有药 巧妇难为 无名之吹 所以你要有法 法的流传 那么众生依法得度 那你为众生说法 教众生怎样 那么可以离这个 所以法的衰末衰尾 那么对于众生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看到正法衰尾 那么你自己怎么样 你自己发心 弘扬这些佛法 护持这些佛法 护持正法 弘扬正法 修学正法 这个是佛教读 在家出家最主要的 在家就是修学佛法 护持佛法 就护持佛教 出家就是修学佛法 弘扬佛法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这里讲到 身在相末 相法跟末法 相法跟末法 那一般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佛法 这个我们稍微要讲一下 因为我们会误会 我们最常误会的就是 现在是末法 末法时代 末法时期 那么佛法 在阿含经里面只分两个 阿含经里面只分两个 一个叫做正法 一个叫做相法 那到了后来我们分了三个 分了三个 分了三个就变成正法 应该要这样讲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 后期的大圣经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 他把法分成这三个 那么后期的大圣经 或是一些我们讲佛灭后的 开始有这样的 不一定是大圣经 我看有一些论文里面也有 就是佛灭后的 那么基本上的一些 主要是以这些 后期大圣经为主的 那么由所谓的佛法 开始分 分所谓的正法 相法 末法 末法之后就灭法了 法就灭了 就没有法了 没有佛法了 好 那有这样分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里的相法跟那个相法不一样 那正法就是佛法 正确的佛法 相法就是相正法 但不是正法 这个是相似佛法 在阿含经里面 只有正法跟相法 那相法 比如说你很像它 但是你不是它 你长得很像马英九 但你不是马英九 很明显的 你像它 但你不是它 这个水果很像白辣 但它不是白辣 这个东西很像苹果 但它不是苹果 它是离子 所以相比如说银 很像金 但它不是金 那这个相法 就是相似佛法 那相似佛法 就是你对于佛法不了解 你说的好像是 但其实不是 那这样很容易混淆 混淆 就是你讲的好像是佛法 但其实它不是佛法 那么相似佛法 佛法流叫一些法茂品 佛法的法茂品 山寨版 那佛法是讲有业有报 那你讲的就是 那么你造业 自受业自受报 那你自己要消除你自己的业 那现在变成 你靠着佛菩萨帮你教业 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佛法 其实不是 你念个解脱舟就能够解脱 你念个挂个解脱手环 你就能够解脱 看起来好像也讲 也讲佛法 里面也有佛法 挂个人言筹的 人言筋的这个筹牌 或金牌 人言筹的筹牌 人言筋的这个金书 挂在身上 就可以保平安 那么这一些 就变成它 讲的好像是佛法 那其实不是佛法 这个叫相似佛法 相似佛法 我们就叫山寨版德 那么正法跟相法 相法就是相正法 但不是正法 好像正法 但不是正法 好 那阿兰经里面讲的正法 相法是这样 那么后来大圣佛法 或是后来佛面后 讲的这些佛法 正法 就变成正法时期 是佛在世的时候 那一般有讲 比如说五百年 那佛在世或佛灭后 那么正法持续五百年 那么可以解脱 这个叫做解脱兼顾 一般是这样 时间有的讲五百年 有的讲一千年 有的讲末法一万年 这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比如说来讲五百年 像法也五百年 末法一万年 一般 或是一千年 好 那讲一千年好了 一万年好像太长了 但是有很多种说法 那正法就是一般直接要说 就是有一些大圣经 比如说专门讲末法的这些经典 或是大吉经里面 也有类似像这样 有三种时期 那么正法是解脱兼顾 就是这个时期修行是可以得解脱的 这个时期修行是可以解脱 五百年 从佛出世到佛灭后 这样这终究五百年 可以解脱 那么到了相法的时候 然后就变成 它是说禅定兼顾 就是说你解脱不可能 但你还可以得禅定 那修定 就是说它已经是只存表象了 只有些样子而已 到了末法就是斗争坚固 就斗争了 那顶多只是修福报 修福报 修修福报而已 增长福报而已 也要得神通 得禅定都很难的 那么要得解脱那是不可能的 就变成这样 所以就变成末法 就是佛法变成唯末 就织末了 那这个相法还有一个样子 还有修行的样子 这个是连修行的样子都没有 那解脱也不可能 就变成只是盖试验 然后印经书 就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是斗争坚固 就只是修一些福报的 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那往一般就是用这样 所以说末法定义人修行 汉衣得道 大家都在修行 没有一个得道的 那么现在只能靠念佛 往生进度 没有其他路 就变成是这样 不过这个是北传比较流行的 藏传也不流行这样 那这个南传也不这样讲 那真正 这个是后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 是因为佛教流行的地方 有一些发生火往灭坊 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处 中国发生很多 就是很多时候 最有的就是三五一中 然后还有一个太平天国的 洪秀贤 还有一个毛泽东 大概就是这六次 三五一中有四次 最早的是北魏太武帝 那个时候所有的寺庙都破坏掉 所有的清宿都烧掉 所有的出家人都杀掉 大家往外逃 那个是最严重的 你家里面只要敢藏出家人的 那个全部全家也杀掉 那时候很多人都往逃 不过他那只在北魏那一个地方而已 其他都往前逃 最严重的一次大概就是全面性的 大概就是毛泽东的十年文革 佛教 道教 儒家全部都破坏掉 那么这些三五一中再加上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就是整个南方的佛教都摧毁掉 江南 以南的基本上 太平天国事业很大 他是打着上帝的名号 叫做上帝教 他认为他是耶稣的弟弟嘛 所以整个都破坏掉 那也在南方 那最全面的大概就是 毛泽东的文革有十年 那佛教基本上 在中国的话 就是法灭 基本上都不会维持很久 一年两年就顶多了不起 那后来皇帝就死掉了 就又互信了 像北魏太武帝 没有多久 灭法没有多久 而且他只在北方那个地区 洛阳那个地区 长安那个地区 那没有多久 他文成帝继位 他又复兴了 又复兴佛教了 所以大部分都不会很久 三五一中也都不久 都不已久 那么最久的就是 最久最全面的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摧毁 摧毁整个佛教 多住了出家人 不是还属就是被冠 不然就自杀 多数都是这样 寺庙只保存几个重点事业 其他大概都破坏掉了 那不只是佛教 道教 儒家也一样 那个是破世旧的时代 那洪卫兵 无法无天 连七云老师上都被穿被打 其他人 那就不用讲了 七云老师上威望那么好 神都威望那么好 都被穿被打了 那其他的法师不是 不是还属就是自杀 就是被杀 反正就是这样 那那个是最长的十年 十年的文革 那末法的时期 在其他地方也有 日本也有 韩国也有 印度就更多了 你不要看什么 你看现在 回教兴盛的地方 印度也是 然后新疆 印尼 阿富汗 巴基斯坦 这些以前 全部都是佛教国家 印尼有个佛塔也很厉害 这个很殊胜 阿富汗有个大佛 那这些早期 全部都是 包括新疆那一条 都是私路 大小圣的佛 那个叫做 那个是 大小圣的 这个佛教事件非常多 那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就是 有一些佛教兴盛的地方 会产生 就国王不幸 像中国 他大部分都是姓道教的 那有一个是 太平天国 那个是姓基督教的 那之前念佛都是姓道教的 那就开始破坏佛教 那另外一个 太平天国 红秀璇那个是 打着基督教的名号 他也不是完全真正的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 他也不承认他 上帝只有一个人 只叫耶稣 他说上帝有两个 他是耶稣的弟弟 基督教哪里 要承认这种事 但是这样也有人相信 然后另外 另外其他都是一道教的 一道教的 然后破坏佛教 另外一个就是 无神论的 唯物论的 就是 共产党 毛泽东 他打折唯物主义 然后认为一切的信仰 其实都是 牛蛇鬼神 要破事究 那么 在其他的地方 即使在印度 不管在其他地方 西藏也有 西藏也有灭佛 灭法的 那么这一些地方产生之后 佛教徒自然有一种危机感 就开始有这种末法思想 是这样出来的 那我们真的来讲 佛法又不是墙壁 时间到就会剥落 没有 过了五百年 这个房子这样盖 过了两百年 就开始要油漆 要剥落了 这油漆顶多维持三十年吧 开始旧了 然后这个水你顶多维持两百年 我看就开始会剥落了 那并不是这样 佛法不是这样 时间到它就会剥落 没有 就会衰败 没有 那么佛法是 如果你大家都互法 那么就有正法 大家学习的都是相似佛法 慢慢慢慢 牛奶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牛奶 就加一点 就是改一点改一点 改到最后 改到不像样 就变成是这样 那个就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像法 像法其实就是导致末法的原因 就是相似佛法 不方便 就是这个也方便 那个也方便 这个也改 那个也改 改到佛法不像样 跟原来的佛法说的不一样 那这个在印度也是这样 印度会灭亡 其实跟佛教 婆罗门教化也有关系 就是因为印度本来就是你婆罗门教的 那后来为了吸引这些婆罗门教徒 开始讲得跟婆罗门教一样 慢慢慢慢 那既然都跟一样 那婆罗门教 所以印度 印度的婆罗门或印度 印度教 现在不叫婆罗门教 现在叫印度教 印度教里面佛也是他的神之一 就是为了吸引这些 那么开始就要像佛教 佛教不讲道教那一套 就是鬼神啊 什么这些的 然后现在你看 现在中国的佛教 基本上也是道教那一套 这个文书 这个是道教才有的 然后这个烧这个 烧这个 烧这个船 我们把它叫法船 那这个是道教才有的 那有一些东西就是道教化的 久了久了就跟道教一样啊 那慢慢慢慢 其实佛法会衰败是因为这样 就是没有佛法的特色 佛法最主要的特色是 戒定会 慢慢慢慢没有 就变成祈求祈祷 那么法会 那么持咒这些 那么这个跟其他宗教一样 渐渐渐渐渐 就是好像佛教但不是佛教 但是后来所谓的像法 像法还是佛法 只是只存表象 但是还是佛法 但是阿安静里面的像法 就相是佛法不是佛法 这个两点是不一样的 那阿安静里面只有战法跟像法 到了后来有所谓的正法 像法梦法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但是也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像法就是只存表象 但还是佛法 你诵的还是佛经 但是不能解脱了 就变成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这里有说到 身在像末 这个是旧后来的习惯说的 我们身在像法跟末法时代 这就是佛法 那佛法衰落不堪 那又为教内 教外 教内就是自己 自己的人 佛教内 就是你不懂佛法 然后把法 法说成非法 又把非法说成佛法 就是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这个在阿难的时代 就是佛灭后 阿难还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了 但是佛时代就有了 你看阿难听佛时代就有了 但是佛时代好解决 因为他对外宣说 比如说燕摩家 他就这样了 因为他亲自听佛说法 说完之后他就去外面讲 我听了佛说法 就我的理解 佛讲阿罗汉灭后 就不存在了 那佛就是说 有人就去跟燕摩家说 你不要这样讲 佛不是这样讲的 这样讲是断灭的 不要这样讲 但是这个燕摩家坚持 我从佛听到的就是这样子 人家就去跟佛说 你说你不要这样说 这样说是毁报佛 佛没有这样讲 没有佛真的是这样讲 人家就去跟佛说 佛就说你把他找来 你叫他过来 有人说你是这样说 我这样说 是的 就我听佛 因为他亲自听佛说 他也亲自听佛说 可是他的理解错误了 但是他外面宣扬了 就是佛是这样讲 佛没有这样讲 但是他以为佛是这个意思 但是佛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在佛时代就有了 阿安静静律典里面有记载 但是这个好姐姐 你说佛是这样讲 佛是这个意思 佛这样讲 佛这样讲是这个意思 很简单 你看佛亲自跟他讲 我不是这样讲 我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 就解决了 因为你说佛说的 误佛就清楚 佛是不是这样讲 佛有没有这样讲 佛是不是这样讲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佛说是就是 佛说不是就不是 这个就好解决 所以那个时候就马上解决 你过来 我是这样讲的吗 我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 讲清楚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 他就 当场也有很多人 他在这样讲的时候 人家就可以跟他讲 佛没有这样讲 佛已经跟他讲 你不要再这样讲 他不会再这样讲 因为佛已经成亲了 好 现在是佛灭后 你说佛是这样讲的 你要去找谁成亲了 对不对 佛灭了 佛已经入内藩了 你说我听佛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即使阿难在 即使大家设在 我坚持佛是这个意思 阿难也没有办法说 我是佛的事者 你是佛的事者 你老了 你也不一定懂得比我多 你记得也没有必定 你已经老了 你记错了 或是你理解错了 他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问题就慢慢慢慢多了 后来每一个人认为他所 他所得到的佛法 才是真正的佛法 就慢慢慢慢有很多问题 那有一些就开始 那么原来就是佛人们教的 他就认为 依照佛法来讲 这个应该这样 就慢慢慢慢 佛法就越来越变越多 越变越多 那到底什么是佛法 就变越多了 就变得慢慢跟世间的宗教一样 所以佛法衰落不堪 教内教外 那么 教外的就是 其他的宗教 看见你佛法这么兴盛 那么多人 大户长者都信仰佛法 他也要 他也要打击你 那么又对于自己本身佛教徒 不理解佛法 那么先讲的都是相似佛法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他本身也在打击佛教 我们就叫做狮子生上虫 就变成这样了 那么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这些所老乱 那没有办法 佛法既然不清楚 佛法本身各说各话 那么不清楚 那么最早的和和的生团 最重要的是见和同解 礼和同圣 那现在见和不同解 怎么能够礼和同圣呢 没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利益众生 不能真实的利益众生 就救人救世 直到唯有发不提心 那怎么办 你自己要好好的学习佛法 就像运顺导师 那怎么我所理解到的佛法 跟世间的佛法差这么多 怎么我学习到的佛法 跟世间的佛法差这么多 那到底什么才是佛法 我好好把它弄清楚 好好学习佛法 把正确的佛法来告诉大家 这不就是这样 孙孙老师是这样 开始研究 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的 研究所有的佛法 研究布埃佛教 研究大圣佛教 到底什么是佛法 佛法到底怎么是 最初是怎么样 后来是怎么样 然后变成现在是这样 到底这是怎么变化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好好把它研究清楚 那么把真正的佛法 告诉大家 那是怎么演变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会怎么样 所以他才讲 气里气气的人见佛教 他就是研究了来知道 你看他这个就是发菩提心 你看他没有到处去度众生 但是他实际上是发了菩提心 在做这件事的 要把真正的佛法告诉大家 不忍圣教酸 这个是他的发心 了不起 所以这个是什么 复兴佛教立乐众生的唯一办法 就是以不忍圣教酸为远 而起大悲心 依大悲心而引发大菩提心 那我相信这个是应孙老师他自己的 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他的一生就知道了 那么第二个 不忍众生苦 着重于立身而发心 一个这是依正法 一个这是依众生为远 但是正法也是为了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必须要正法 才能真正得利益 这两个是互为因缘的 但是就是着重在哪里不太一样 一 看见众生苦 而不断地学习正法 看见正法衰弱 而想到众生会因此受苦 但是远的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 这两个是不能离开的 没有正法就不能利益众生 那么利益众生就必须要有正法 只是你原正法 还是原正法的衰弱而发心 还是看见众生的痛苦而发心 不一样而已 所以它叫做着重 或有时生在时事混乱 民生艰苦的时代 就是众生的苦 那众生的苦有几种 一种就是 他生在比较不好的时代 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的这个时代 想要帮助他 那自己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仔细地研究 知道只有成佛 让自己成为最有力量的人 最有力量的人就是佛 最有智慧 最有力量的人 才能真正地救度众生 那么这样以不能众生的苦恼为因缘 起大悲心 以大悲心而引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上成佛道 下化众生 叫做上求下化 那么这两类发心 是出于深刻的智慧 及悲愿而自发的 所以是坚强有力容易成就 真人这样就比较不容易退转了 真人这样的一悲愿而发心 就能从凡夫帝 像我们凡夫帝 从去路到大圣道 我们这个时代佛法是这样的衰弱 人生是这样的苦恼 真正发菩提心的应该是时候 所以大家都要发菩提心 都要学习菩萨道 那么来利益众生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